嘻哩哩,我是专马 今天我们来看邪恶力量第四集 第三集哦 夜晚的旅馆中 三米趁着大丁睡着 外出与卢比会合猎杀恶魔 留在旅馆的大丁做着地狱的噩梦 醒来却发现小卡就在身边 小卡希望大丁能够阻止某个东西 说完就用两根手指戳晕了大丁 大丁在一起醒来 却发现自己睡在长椅上 只带着温爹的小本本 手机也失去了信号 门逼的大丁找了一家茶餐厅 环顾四周 人的衣服和报纸日期 发现自己回到了过去 而坐在大丁身边的年轻人 居然是年轻时代的温爹 大丁跟踪温爹 小卡再次出现 只说了句 请阻止他后便消失 大丁怀疑温爹即将遇到危险 温爹在二手车厂买车 大丁上前搭讪 并强烈推荐温爹 买下了今后温家父子 驾驶了多年的宝贝车 大丁一直追问温爹 周围有没有怪异的事情发生 引起了温爹的反感 大丁只得离开 暗中跟踪温爹 见到了年轻时代美丽的温妈妈 温爹和温妈妈在茶餐厅约会 大丁暗中窥探 温妈妈却找到了躲在暗处的大丁 怀疑大丁居心不良并打打出手 打斗中 大丁通过驱魔手链 发现温妈妈居然是鬼怪猎人 这真是出乎意料 温妈妈结束和温爹的约会 带着大丁回到自己家 温妈妈所在的坎贝尔家族 全是鬼怪猎人 这是大丁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祖父母 交谈中 大丁发现自己和三米的名字 都是曲子外祖父母的名字 晚餐时 大丁解释自己误以为温爹被鬼怪纠缠 才跟踪他 外公一听到温爹的名字就不爽 看来温婿问题很严重啊 温妈妈也告诉温爹 最近外公正在追查一个农场主 疑似被恶魔杀死的案件 大丁想加入外公的调查却被拒绝 因为外公只相信家人 不相信其他猎人 隔天 外公假扮生父 来到受害的农场主家调查 大丁却早来了一步 大丁与温妈妈从农场主儿子处得知 之前有陌生人找到他 表示可以帮忙解决喜欢酗酒家暴的农场主 条件是十年内会再次来找农场主儿子 之后农场主就死了 在大丁看来 这就是恶魔的交易 农场主儿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把灵魂卖给了恶魔 而农场主儿子告诉大丁 这个陌生人的眼睛偶尔会变成黄色 大丁立刻激动了起来 黄眼恶魔是温家所有悲剧的来源 大丁决定拿到目前还在猎人手中的科尔特枪 杀掉黄眼恶魔 大丁也从温爹的小本本上 确定了黄眼恶魔作案的时间地点 准备出发 离开之前 大丁想温妈妈告别 得知温妈妈想和温爹过平凡的日子 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过上猎魔人的动荡生活 大丁给了温妈妈最后的忠告 请温妈妈在未来的某一天夜晚 无论如何都不要离开自己的床 虽然温妈妈不明所以 但看到大丁流下的眼泪 温妈妈点头答应 大丁顺利拿到了科尔特枪 而温妈妈得知 大丁敢去拯救的人 是自己的好友后 也带着外公赶去 外公和温妈妈提前赶到 却被黄眼恶魔压制 黄眼恶魔很欣赏温妈妈 大丁随后赶来 想用科尔特枪打死黄眼恶魔 却被他逃脱 被恶魔欣赏 显然让温妈妈很心烦 大丁和外公私下商讨 必须要干掉黄眼恶魔 不然未来 温妈妈就会被黄眼恶魔杀死 为了让外公相信自己 大丁不得不向外公 坦白自己的身世 我是你的大外孙啊 外公全身都写着拒绝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 交谈中 外公试图拿到科尔特枪 这让大丁发现 黄眼恶魔已经附身在外公身上 黄眼恶魔控制了大丁 并告诉大丁 最近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不是为了人类的灵魂 而是为了他们的孩子 用恶魔学 感染孩子制造超能力军团 而温妈妈则是黄眼恶魔 对黄眼恶魔培养恶魔军团的真正目的 除了打开地狱之门外 黄眼恶魔却闭口不谈 最终 黄眼恶魔伤害了外公的肉体 并杀死了外婆 去寻找温妈妈了 另一边 心烦意乱的温妈妈找到了温爹 请就温爹带着自己私奔 怀抱欣赏人的温爹 自然不会拒绝这样的要求 温爹带着温妈妈来到湖边 向他求婚 却被感到的黄眼恶魔扭断了脖子 黄眼恶魔告诉温妈妈 他的爱人 假人全死了 如果不和自己做交易 救回温爹 温妈妈下半辈子 只能生活在孤独中 当大丁赶来时 温妈妈已经和黄眼恶魔 以一文完成了交易 温妈妈的命运并没有被改变 小卡将大丁带回了现在 并告诉大丁 他如何挣扎 都改变不了 温妈妈与黄眼恶魔做的交易 并最终被杀的命运 如同三米按照黄眼恶魔的计划 正慢慢走向恶魔阵营的命运 大丁此时才发现旅馆内并没有三米的身影 原来 小卡希望大丁能够阻止三米 不然天使们会采取措施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话 记得按赞和分享哦 你的支持 是我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 邪恶力量系列将会在每天 周五十二点更新一集 我们准时见哦